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陪你阅读 陈培德牧师 和你游走书海 想你爱上阅读 迈向成熟 生命由父母而来 人生成长体验 就由这样来到开始 每一个人 无可避免地 是受到父母亲的人格影响 其中又以父亲的影响为实 然而在歌颂父亲的同时 却很少人真正地去尝试 完全和完整的父爱 在我们传统中国文化 父与子的关系当中 父是在权威的地位 而子是被要求 以孝顺来回应 父子关系 被隐藏在礼教约束当中 很少有真情的流露 时至今日 社会走向开放 人制强调关系 不少做父亲的人 已经有意识 要多和子女去沟通 可是又发现 孩子们越长大 越难于靠近 做父亲的 总是难于明白 为什麽 当自己想要靠近子女 子女却是 经常用冷淡的态度 来到去回应 这一个世代 充满了对子女关系 好多的挫折 不知所已的父亲 父与子 这一个议题 并没有因为时代的转变 而变得更为容易 今集的节目当中 我要介绍的好书 是《父亲》 最荣耀的名字 作者是 蛇阿弘 他自从在大学毕业之后 是经营过福音餐厅 又曾经从事土木工程 和环保稽茶的工作 后来他是更加 担任过福音书房的门市经理 1999年 他去到美国 紐约市大学 在那里完成了他的MBA学位 及后他在福乐神学院 攻读跨越文化的研究 整合专业和宣教之间的关系 获得他的哲学博士学位 近年他在神学院任教 主要是讲授宣教 和领导的课程 他和妻子有两个儿子 如今都已经长大成家 和他的父亲共同的兴趣 竟然就是攀任 父亲最荣耀的名字 这本书 《波古早成》的时候 是书的附题 作者最早想来定的书名 是《父与子》 全书的目录 是第一章 父亲从渴望到渴求 第二章 是铁血由情男子汉 神心目中的男人 第三章 一家之主 英雄老伯 神心意中的父亲 第四章 一身之计 盛串宿令之产 培养下一代父亲 第五章 面对父亲伤痕 为父之道 被救赎 第六章 竹桥 成功跨越两代之间 第七章 放手 海阔天空 任傲游 第八章 祝福与欢庆 得见神结作的完成 在书的最后 附录了两篇文章 是作者两个乙子 蛇若妃和蛇若鱼 的回应文章 也是终结束 作者他融合了 圣经的教导 自身的经历 以及他多年 關心父亲主题的 相关研究 又加上了 他所专精的领导学的道理 写成了这本架構完整 论述深入故事生动的好书 他从对父亲的渴望 渴求舍弃 以由得见神结作完成的 祝福和欢庆来结束 其间他并没有回避 做一个父亲所必须遭遇的各种 主要是包括面对父亲伤痕 跨越两代之间 等等的挑战和挣扎 书里面更加是由自己的父亲 一路写到自己的儿子 将自己的心路历程 毫无保留地 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这本书分析精辟 文不留畅 是一本 每一位为人父和为人子的人 都值得一读的好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